今天我們要去看 爸爸健康 爸爸健康 恩自方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亞芳 歡迎再次收看爸爸健康 友方 讓我們全家大小都很健康 中醫說春天最適合養乾 但您知道春天還適合 做哪些事情呢 不是賺錢 那也不是運動 那您猜到什麼 好 有請我們專家 首先我們歡迎是我們 國泰健檢的醫師 陳黃光醫師 大家好 早期發現了 面疾病很重要 預防疾病發生更重要 陳醫師來了 大家知道是我們今天主題 跟他非常有關係呢 今天我們歡迎是我們 財經專家 黃聖通 大家好 愛情也要告明 今天告訴你 大老闆都怎麼做健康檢查 你是大老闆 今天才是做完了 好 接著我們歡迎是我們 醫學物理師 廖彥鵬養殖戶 大家好 有知識才不怕輻射 真的喔 真的喔 我們生活中 其實存在很多輻射對不對 對 待會兒我們來談 OK 你可以想像嗎 一根香蕉竟然也有輻射 待會兒來破解 好 我們鬥鬥大健康 把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給趕快排毒喔 有請夏天老師 今天要教大家 就是基礎的有氧排毒活動 要怎麼樣提升你的免疫力呢 就是不要強度高 反而我們要微喘的呼吸 把時間拉長 很簡單 雙手抬起來 向前抬膝 或是你可以做前點的動作 就可以 就是每一個人的強度 或是你的身體能力不太一樣 那家裡的長輩 你就可以前點就好 前點 那可以的同學 抬膝 抬膝 還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再強一點嗎 稍微一點點彈跳加進來 那你就感受你的強度 就是你的呼吸狀況 保持微喘就好 保持微喘 吐氣 吐 因為希望你都可以 維持30分鐘的活動 每天都維持30分鐘 好 這個是前後的活動 那我們來到旁邊的 旁邊一樣側點 側點 側點 一樣 這是第一個強度 抬後 感覺一下 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不會喘 他節奏感有點好 側抬 側抬 不會喘 他好像說不會喘 對 還是不會 好 彈跳 退 退 吐氣 上節目 加油 等一下喘也早上節目 3 2 1 所以不可以喘 好 有前後 有旁邊 那一定要旋轉 一定要旋轉 吐氣 眼睛跟著你的手 帶到旁邊來 讓你的脊椎很舒服的放鬆 吐氣 4 3 2 1 那旋轉就不要要求強度高 因為脊椎在扭轉 就是輕鬆就好 輕鬆活動 好 複習 右 1 2 3 4 5 旁邊是什麼 側抬 2 3 4 5 好 輕鬆旋轉 吐氣 好 這有點要收拾的感覺 對不對 對 所以三個動作很簡單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維持 還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 有喘嗎 他們還是還可以講話 一點點 對 就是要微喘去維持 就最好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 喘的最兇的是我啦 好了 謝謝我們的 孝欣老師 每天帶我們動一動大健康 而且不要小看這兩分鐘 有人一天忙下來 連兩分鐘的運動都沒有 對不對 陳醫師最了解 因為每天看那麼多健檢的朋友 那他們最需要是什麼 什麼是嬉皮最高 最高跟大家來掌握一下 那特別我們觀眾朋友 你們在收看節目同時 手機可以上三立新聞網的網站 這時候如果你還在外頭的話 九點鐘時間一到 趕快同步上網跟我們掌握 今天的精彩內容 其實我們講2015的冬天 到2016春天之前 這一段時間 其實今年流感 這個四面非常嚴重 那在這個天氣急劇變化的同時 很多我們看有一些不少身邊的朋友 那甚至是名人他們健康都受到大考驗 不聲不想心等著就走了 所以這時候漸漸在這段時間也忙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春天 春天除了適合養肝春天 如果從我們陳醫師的一個角度裡面 他覺得最適合做什麼呢 好有請陳醫師來告訴我們這個答案是什麼 觀眾朋友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春天當然是這種賺錢隨時隨地都要賺錢 對不對 然後運動也隨時隨地嘛 所以不一定要在春天 可是春天這時候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其實一年就是資季在於春 所以有時候我們來想一下說去年累積好多什麼生病 還有一些我講過很多大老闆突然無神 不是無神無奇突然就走了 那其實累積很多的問題在 所以說實在幫自己的健康 就是做一點檢查 好像汽車要進保養廠找一下毛病 還滿重要的 對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這張圖很有趣 健檢反而你知道要選時間 我講一個重點 我們看病是因為生病了 趕快去就醫 可是當你沒有任何症狀 但是潛在一些危險的時候 其實一年什麼時候都可以去做健檢 但是我講其實最好玩的是說 什麼時候去呢 你健檢會做得最愉快 就是那個什麼流程最迅速 不會擠在一起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在寺院呢 我先從頭講 哪時候一定不要去 我不是叫大家真的不能去 而是那個時候人太多了 對 像我在螢光幕消失很久有原因的 來講一下 每年 我們一般都會討論說 健檢 健期只有兩大來源 一個叫企業健檢 公司出錢的 大概佔七成 大概佔七成 然後民眾自己掏腰包 大概佔三成 那我講一下重點來了 每家公司會變預算 大家都會凹 因為我又沒事 我剛好去做健檢 所以大家都會凹到年底 對 真的 所以九月十月以後呢 不是一個做健檢很好的時機 為什麼 太過擁擠 就這裡會擠到年底企業員工 健檢的時候 對 沒錯 對 因為我們如果 如果差一個月嘛 對不對 就十二月了 其實公司管理部都會說 欸 某某某某某 然後開始點名 就是你怎麼還沒有去健檢 對 對 對 然後大家就會一直塞一直塞 所以它整個品質流程都非常的不好 好 然後過了十二月元旦呢 就是煙火放完以後 你會發現少掉好多人 然後第二批人來了 就是很多什麼規國華僑什麼都來 過年了 對 春月前 我先講一下 理論上這段時間沒有想像那麼擁擠 但是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我講兩大問題 第一個 這一些規國華僑 一回到台灣就開始大吃大喝 所以他們體重急速上升 還有他們的代謝指標一塌糊塗 我再講第二個重點非常重要 過年前也是各大醫療院所 最忙碌的時候 健檢我常常講 他不是度假 你不是做完以後就沒事 你做完還要做很多治療追蹤 那個時候你根本沒有辦法看到門診 所以這個時間也不算太好 所以我簡單講 年假一過後 你只要到各個健檢中心 各個健檢中心人很少 價格非常的優惠 然後到每個地方都受到 所以價格這時候會有比較優惠嗎 都有優惠 連你的家人都得到優惠 不是自我廣告 是每一家都一樣 對 所以過完年以後非常適合做健檢 而且那時候你要追蹤都很方便 因為醫院一點都不擠 所以一路一直可以坐過來 但是九月十月以後就盡量就不要 所以他很重要 這個時候的品質非常的好 所以最佳的健檢黃金時期是在 四月到五月 其實一可以延伸到這邊人都還算OK 對對對 因為在這裡還有就是流感的高峰 那現在他們到這裡也該消退下來了 沒錯沒錯 那是說我們投資不是常會說 人多的地方是不要去的對不對 就是就要看時機嘛 對 譬如說春夏秋冬這樣的邏輯 那一樣 沒想到我也默默的 就是在最佳時機去做健檢 你真的很厲害 你是被逼著去了 還是知道這時候是最佳健檢時機呢 因為我知道這時候的醫院人 的確是比較像 我也是三月做健檢 時機算得對對不對 但是他吃了套餐 不是 其實我從一二月就開始排了 但是他都一直跟我說 一二月那時候時間真的很緊很緊很緊 一直到了四月出來就跟我說 這時候時間比較有空 你覺得那時候是比較鬆一點點 反而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流程都會非常迅速 不會一大堆等待很無聊 流程很順 好那時機選的對了嘛 但是他吃了套餐 OK呢 OK 我先講一下 套餐這種東西 跟你去餐廳一樣 有分吃到飽跟吃到好 兩件事 那我最常講一件事說 我們在討論健檢 不要馬上談什麼叫最好的 要先考慮預算 跟預算 跟買東西一樣 這是很重要的 那檢查並不是低廉就不好 第一個 有些很基礎的檢查要做 我剛剛像 這樣好像都會做的 身高體重 DMI 剛剛講到那個刁民胸 例如 我們在學校 學校每年也會幫我們做 其實很健康 但是我講過說 我們到三十幾歲 有些危險因子來了 我就講直接 我們三位都有 我們肚子開始大了 開始脂肪多了 不要小看腰圍 它是很重要的指標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談到高階 但是這一些就非常重要 其實你有身體大概七成以上 健康的東西都跟這些相關 那其次這個叫什麼 員工健檢 所以這個你又把它比喻叫 榨菜肉絲麵 然後這個是陽春麵 陽春麵就吃得飽 那湯頭好的話 這碗麵滿好吃的 榨菜肉絲就是說 看起來實在比較豐富一點 有一些料上去的 所以一般的那個什麼公司 它會提供 可能在兩千塊以上到五千之間的 我廚商榨菜肉絲麵 新電圖就會出現了 有了 S光會出現了 然後其他說我們抽血 會更進一步看什麼 甲狀線啊 膽道啊 不是只是看膽固醇 還會看什麼高低密度 然後大便也測一下 很重要 等一下一直強調 VC肝 病毒的指標 所以這個是一般員工線也蠻常做的 不過這個地方已經有 結構性跟功能性的檢查了 沒錯沒錯 顯義就是只功能性嘛 那如果透過一些儀器設備的話 可能就是結構性 功能跟結構開始有 所以知道的是員工線點跟 就是你比喻的榨菜肉絲麵了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最常遇到就是你的朋友來問你說 陳醫師我想做個見見 我大概要挑怎麼樣的見見 那個屬於自費市場 開始進入自費市場 我一般會建議 其實這邊價格當然它的範圍非常大 我常講說 你大概可以抓2萬塊上下當個基礎 而不是馬上去想說 我要做什麼好多很昂貴的 那年紀越大是不是價錢就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要做多的項目 我講個好玩的東西 年紀輕的時候 大家不太在乎健康 你到某年紀以後 你也沒那麼在乎 該壞都壞了 對 還有我必須講 某些東西不是每個器官都可以修理 所以我們健檢其實花費有個高峰期 40歲到60歲 60歲以後大家並不會花費那麼多 就像車子開到20年的時候 你對它有沒有掉漆沒有那麼在意 但是還是性能還是要維持下去 基礎性的 基礎性的 對 車能跑然後燈會閃 對那個煞車這樣就可以了 OK 自費健檢就是說 你會做到比較多的器官 比較強到就是說 很多影像開始會出現 例如說可以做腹部超音波 還有其他像什麼女生 可以做腹部超音波 還有說乳房可以做乳房攝影 乳房超音波等等 甚至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提到說 很多跟癌症相關的東西 那這邊我只是提到並不是只有抽血的指標 那個反而是不重要 很多各式各樣 等一下我們請廖兄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一些很多那種 那個輻射方面的問題 很多影像開始出來 就是結構還有腸腱癌症會做更多 那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常講 你如果要花錢做健檢 第一次一定要考慮什麼 上下消化道的內視鏡 胃鏡跟大腸鏡 這個是有它的重要性所在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它已經是很高階的健檢了 那再來就是我講過 當你已經是董事長 或像世聰兄或廖兄 兩位以後可能都是大人物 那個時候我一個人的生命 關係到數百數千人的時候 那個時候高階健檢就出現了 所以這邊就是這裡的C C加上後面的 一直加上去 對 所以它是一個累加的 A B C這樣子累加上去 越上面是越基礎應該要做 好 那世聰是吃 你的餐是哪一個餐 我應該是自費的 就是大滷麵 大滷麵 再加一點點料 那你覺得這樣好吃嗎 還不錯啊 不過我覺得我現在的確是 處在於說 健檢的費用在增加的過程中 世聰兄有做一大本厚厚的 有有有 等一下請陳醫師 好幫你看一下 已經吃到一些龍蝦了 加一點點料 好 所以你是C嘛 對 C為主加一點D的料 再加一點D的料 快要接近尊榮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世聰他做了哪些的 這個健檢的項目 世聰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血液 尿液 無痛腸胃鏡 心電圖 心臟超音波 甲狀腺腹部 局部電腦斷層 還有局部的磁症造影 是 沒錯 這大概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 我們比較常規 像血液 尿液這些 我其實每一年都有在做 對 那這個大腸鏡跟這個胃鏡的話 事實上是大概兩三年做一次 那因為我們這個身體狀況的話 現在都因為我們平常 真的沒時間保養自己身體 所以就趁著這個時候 包括說心電圖 心臟超音波 然後甲狀腺這邊也是照一照 然後包括說這樣腹部的超音波 他就照出來就說 你的器官大致都是很漂亮 但是你的肝臟有一點會發亮 我去問他說那發亮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就是脂肪太多的意思 油太多了 所以就是原來有輕微的脂肪肝 那後來又發現說我有胃食道逆流 那胃食道逆流是怎麼看呢 因為我去照這個腸胃鏡的時候 他就進去之後 然後就說你這個在胃的口的地方 有一點點這種 噴門 對 有一點點好像 你知道嗎 上面噴門下面是油門嗎 就是有一點點好像有一點 我故意要考他 因為他才經常要考他健康 對 有一點好像被酸食的這種感覺 他說你可能就有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一直一車身起來 如果鬆了就會有些那個 還是從這個健康檢查中間抓到了很多 我以前認為沒有的這些疾病 就從這邊抓出來 所以我覺得健康檢查對我來說 還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你手上拿的是最新的報告嗎 我這個是幾年前去做的這個報告 幾年前還可以參考嗎 不要太久還可以 不要太久 因為今年做的報告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 對 對 那其實我覺得現在就是你看 這幾年前的啊 幾年前 幾年前 這兩年前的報告 兩年前所以陳醫師這個還可以參考嗎 大部分的還可以 我們把它當作過去病史 那我請教你一下 比如說幾年前我到A 這家健檢 那到B的時候換了一家 那我要在A的再帶過去給B看嗎 對 要帶過去 一定都要帶過去 沒錯沒錯 是 那我其實都一直在某一家做 然後某一家做的話 他其實做了久之後 他會跟你說你現在是VIP 可以打折 真的嗎 因為你做過了嘛 做過之後其實第二次再做 第三次再做會比較便宜一些 所以不要選擇跳來跳去喔 貨比多家這樣不要 當然就是說每一家有他的優點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很多重要的影像 例如像世聰兄 他可能說我肺好像看了一個小節節 需要追蹤 最好在同一家做 因為同一家機構 他會拿舊片直接比對 他可以回答你 他也沒有變化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像我上次就有做這個 所謂的核磁的 核磁的噪影 他就會給你一個報告 報告就是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報告 OK 這是影像的啦 對 影像的 那他上次就有跟我說 你有發現在肺部 有一個節節 那我當時聽了就傻眼 難道說難道我即將命 上於體 結果他說沒有啦 要去檢查啦 要持續去追蹤 後來呢 還好吧 後來就去追蹤 他又跟我說 那個可能是 因為有些點 有時候是發炎 留下來的一些痕跡是嗎 對 他說可能就是你這個 肺脹本來就有這個節節 那我今年再去做 還是有 事實上他有調出前一次 跟這一次說 欸 那你這個都一直存在 所以他說 那你可能就是你本身的組織裡面 就有這個節 這個就是如果你沒有去做 接你也不知道 原來那個東西 其實已經存在的 對 已久 因為健檢它本來定義 就是做無症狀疾病 對 第一個就是說 我看到東西 醫生會這樣處理 如果很容易可以切片的 醫生會當場就做 例如像腸或胃 像那種很難 而且風險很高的 我們就是用追蹤的 用追蹤的 對 那我要做個補充 你可以看一下 世衝胸 你看 他的費用4到5萬 我跟他講 他的六成的費用 都在最後兩個檢查 局部電腦斷層 不是說它不重要 我是說越高階 它會佔掉你越多的費用 但是為什麼我說 你要從基礎的那樣去做累加 那兒世衝胸找出來 其實世衝胸還滿健康的 對啊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問題出來哪裡 體重 不過這個 這個我也看得出來 對 但這個是兩年前的呢 那他不曉得這一次 今年大概也是這樣 因為他做完的同一時間 對他初步會接 現在比較高階的 他當天就會跟你說大概的 當天七八成都會出來 對對對 包括結構性 不過有一些功能性的抽血報告 可能還沒出來 會比較久 但是大半八成到七成 當天都會出來 所以躺動了就對了 應該是躺動了 應該說繼續再探錢就對了 現在有健康也繼續探錢 但是 所以陳醫師給他的見檢 是打幾分呢 如果他選這樣的套餐的話 其實世衝胸選的套餐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考慮一下 收入跟想付出 還有年齡 危險因子 這樣的選擇還滿不錯的 不過講幾個重點 像局部電腦斷層 其實現在為什麼 以前肺癌篩檢是個死角 現在因為電腦斷層 輻射量比較低 所以你這是做CT CT 然後再來說 他做的時間非常短 然後價位也慢慢在下降 所以事實上滿值得做 那辭證是因為 我們身體的都軟組織 我們透過很多的檢查 是沒有辦法去看到的 尤其特別是內臟 空腔的可以做內視鏡 那時候辭證就有他的價值 所以一些尊榮人士 他們都會去做辭證照 因為他這個價格 已經要邁向尊榮了 是是是 我們再過來看一下 剛剛其實我們陳醫師 幫大家做 這樣比喻很清楚 你已經是這個價位 他說其實那裡面的輻射量還滿高 不過我覺得應該還 應該兩三年做事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還好 可以容許的劑量一年當中 好 所以看來 世聰哥 他的健檢 目前的一個配套還滿OK的 可是一般我們去做健檢的時候 還是會 怕怕就是輻射量的一些問題 那是不是真的都安全 還有 香蕉跟我們健檢 能夠有什麼樣的關係 小鮮慢關子 等一下我們的物理師 刁明來告訴我們 吃魚的好處很多 可是絕對比大家想像的更多 魚轉化成我們身上的蛋白質 是一般紅肉的兩倍 所以包括開刀之後的人要吃魚 包括孕婦 因為他經過生產 對組織的迫害的結果 他需要修復 需要更吃更多的魚 那魚裡面因為它含有一些 Omega 3的不保護脂肪酸 目前的所有的研究都證實 它可以降低我們心血管疾病的 發生率跟死亡率 魚甚至於對於 所謂的懷孕中間的人 跟哺乳中間的人都會有好處 因為在懷孕跟哺乳中間吃魚 可以讓小朋友變得比較聰明 而且長大之後比較不容易過敏 那即使老人家都吃魚 我們可以發現它可以預防 肢致症的發生 那包括血管性的失失症 都可以被魚所預防 那Omega 3的脂肪酸 在魚裡面還有大量的這個Omega 3 被發現說它可以用來抑制 人身上不應該發生的這些過敏 跟過度發炎的反應 免疫性的疾病 而且魚最後它可以預防憂鬱症 不管產後的憂鬱症 或者是所謂的精神疾病的人 它可以都因為吃魚 也可以降低它憂鬱的問題 所以吃魚一週至少要超過三次 而且本身盡量不要使用炸的 你可以用蒸的 這是一種比較安全的